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改善班级打扫问题 然后我们的主缘有二号Horace,二十八号蔡翔明,三十号蒋千云,跟佛三十二号正配程 然后这是我们的目录,首先我们会讲感受,再来是想象、知性、分享 然后第五个是SDGs的分类,然后最后有我们的小数分工表 首先是感受的部分,我们发现的问题是打扫时间 班上的同学都很像不把打扫当一回事,然后随便找一扫就离开了 然后我们通证出来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是扫地工作分配不当,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推测 是因为如果卫生部这样把一群好朋友都拍在一起 那他们一定会一直聊天不扫地 然后我们认为把平常不常有交集的同学拍在一起 他们就不会聊天 因为不熟他们会怕尴尬 然后造成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们了解原因的过程中 发现卫生鼓掌分配工作的时候真的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造成问题的原因是同学不在乎班级的荣誉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推测 是因为不想为班级付出的同学 往往都是那些不在乎我们整体秩序 去评分的那个名次的人 然后,有什么方法可以证实 就是把那些消极的同学 跟很认真做打扫工作的同学拿在一起对比 然后,证实的结果就是 就是叫消极的同学很明显就是 对房间的事物比较不在乎 然后,我们新发现就是 如果同学一直这样消极的话 我们一整半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然后扫地区域就会很乱 然后,成绩就会很差 还暑假就有可能要回来打扫 然后第三个造成问题的原因是 工作量分配布局 因为很多人都会 不是很多人,就是有些人 他的分配量可能分配的比较少 他就会很快就做完就可以回来休息 可是那些还在 就是分配量比较 工作量比较多的 他们就要少比较久 就比较辛苦 然后,有什么方法可以证实 就是把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拿出来 比比看 然后证实的结果就是 无论中打扫的同学 通常都是他工作量比较少 因为他觉得 他慢慢少 在少的时间会少 就好 所以他就慢慢少 然后就看得很不认真 然后,其他事情就是 要平均分配每个人的工作 那就是 也是有外省鼓掌 要在分配工作的时候 要多注意的问题 我们站在卫生部长的角度 了解这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困难 我们认真的同学要负责更多区域 否则会被扣整结的分数 他们希望就是所有同学都可以为这个班级多尽一份心理 我们要协助卫生部长 就是在打扫时客服同学被动打扫的困难 我们就是这边有奖励的部分就是可以抵消一次爱饭 然后就是让他们午餐吃多一点可以吃很饱 然后惩罚就是整周负责整个打扫的范围 那例如负责扫教室前排的同学 他们因为太难不打扫 那接下来他整周就是要负责扫整间教室 就变很多人 我们这就是想说最大的疯狂的点 就是让他们体会肮脏的环境 例如就是全般把垃圾丢到那个人的位置上 让他卫生上这样 然后最快发挥效果的点子 就是不认真打扫同学 要一定要负责整个区域的打扫工作 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然后维持效果最久的点子就是登记爱饭 那我们最终才到的点子就是登记爱饭 因为这个行动可以帮助卫生部长解决问题 那因为他还是一个最直接而且很有效的方法 再来是执行的部分 我们执行的部分有分 像是乘法 有的可以记爱饭服 看事情的轻重 如果他真的很懒的话 那可能就是记两次或者是一次这样子 在扫地时间我们会去督促同学打扫 然后知悉的人是Mandy 还有卫生部长 在午休或是下课的时候 我们会去检查外产有没有扫分镜 实际上是Lena 跟卫生部长 如果他们还是没有打扫分镜 就是叫他们礼拜四跟礼拜五 早上七点半之前可以扫地 好然后接下来分享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像谁分享我们做这个活动 就是第一个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跟卫生部长分享 然后因为他们是惯例同学们打扫的人 所以他们对这个比较有感触 然后就是我觉得可以打成一篇文章 然后让他们看 然后顺便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做这个活动是有改善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可以像打扫的同学去做分享 因为他们就是同学在同才之间可以互相的督促彼此 然后也是打成一篇文章 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是老师 就是因为老师是看着我们一路成长的嘛 所以就是跟他们讲说我们做完这个活动呢 大家是跟着一起长大 然后就不会像自己那么幼稚都不想打扫 然后因为老师的时间 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 所以我们是用口头报告的部分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还没有做这个活动之前呢 我们可能会有点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可能会有点想放弃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想要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不要放弃 You can do it 是完成这个挑战之后 你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 然后我也觉得成就感满满 我们这次主题在SDGs分类为多元5万分级 然后它整整 接下来是影片 所以你觉得为什么同学都不在那边上币 因为他们觉得 麦克风都要不要玩 没有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 就是他们不被分配到工作 就是他们只要人不能少 而且后面有没有抽到有一部分很新 然后他们座位有没有干净 他们也可以只少要用 然后他们就有不在乎座座位跟他们干净 所以他们的感受给人 非常好 那其實妳在意我們班級整件事嗎? 在一路都想要回來上 對 這樣子會很丟臉 對 好 第三個問題是妳覺得要如何改善同學這個 我認識好多人的狀態 情緒勒索 對啦 就是就是用愛人的話 就是每一次 都來投訴 中學三多集 不要認識走地 然後妳知道反而在他們的狀態 中學三多集 我給她 中學三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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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地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